今天第一次采访主要想请教这个邓律师几个问题 也是我本人比较感兴趣的 我想如果您把这些信息聊出来 也会给我们在美的广大华人朋友一个提醒或者是一个警示 所以今天想专门的针对我们华人在美国所从事的一些灰色产业想来请教你 有很多灰色行业的行程就是因为一方面是政府没有法律的规范 也有一些的话就是我们华人已经习惯做的事情 觉得的话这个赚钱比较快 然后没有什么风险 虽然是违法的事情 但是的话他们还是停而走险 三十年以前我做记者 我跟警察去查这种色情 按摩地下记院的时候就存在 到现在的话还是一样 只是形式改变而已 警察办案警察的方法改变而已 但是这个行业还在不断的进行之中 对这是一门很古老的一个职业 最古老的职业 当然的话以前他是抓小姐警察派卧底来了 然后现在的话他是抓老板 他是透过所谓的人口走私这部分 所以他警察的话他往往一旦只抓到这些做按摩的小姐 他会他说你跟我合作做污点证人 供出老板是谁 然后我就抓老板 然后因为你跟我们配合 我们现在的话就给你绿卡 因为他还会这样吗 对因为在移民法里边有一个叫优签证 因为你是人口走私的这个受害人 你可以拿到绿卡 所以一个做小姐的本来就没有身份 又不会警察又不会起诉他 又可以拿到绿卡的话 他当然就配合了 你叫我说什么 你会说什么 这个老板的话就是被指控所谓的淫眉罪 淫眉罪在加州的话是三年的劳刑 至少三年 每一项每一个小姐的话 他可以判到三年的劳刑 你手底下有一个就是三年 十个就是三十年 对 所以这类案子里边 现在的话你说这个行业 有这个警察有没有取缔 有取缔 但是问题是他现在已经转了方向 不像以前的话 就是说小姐这个警察到酒店里边 叫小姐过来 以后跟警察以后有一对话 你已经你同意做色情服务 我给你钱就可以抓小姐了 那小姐的话 尤其是在最近这两年 很多小姐案件 检察官不起诉了 为什么 因为杀人放火的案子 都处理不过 对啊 所以这对案子的话 是所谓的没有受害人的犯罪 其实他们美国 也是对华人的这个行业并不了解 所以他们往往误以为 这些小姐都是被迫 都是被迫来 走私人口啊 这些东西来 我们接触了很多这种 色情按摩行业的话 他们往往都是四五十岁的 这些 这些 这个可以说已经上年龄的妇女 他们都是为了赚钱 在我们华人社区 大部分的这种色情案件都是属于 这个B1B2过来了 比如申请庇护 以后你做传统的按摩 一个月可能辛辛苦苦赚了三千五千 但是如果你是做色情服务的话 这类可以赚到一万两万 所以这类的话 他们往往是自己情愿去的 但是的话很多警察 他们要立功 他一定要将这个纯粹的 这个可能是色情案件 变成一个人口走势的案件 要这些小姐了 变成污点证人 来指证老板 这个行业 普遍都存在这种色情 灰色经营的情况吗 对 尤其是一楼一凤 在住家里面 这些店里面 在分类广告 你到我们家里面来 我们可以 在家里面经营吗 对 有很多 在华人社区分类广告 你可以看得到 他们是自住家里面经营的 这个所谓的一楼一凤 一楼一凤的话 一到的过年过节了 以后经常就有这些帮派分子 他就是知道你在哪里 以后伴着客人 以后他就用钱 一进去之后拿枪来抢 有的时候在两年以前 在Saint Gabriel一家案件里面 就是开了枪 打中了两个按摩女郎 以后报了案之后 警察发现有视频 一看里面的话 每半个小时 每一个小时就有不同样的男人进来 后来的话 警察的话就指控 这个 这家是经营地下的 这个妓院 以后 这个案件的话 后来我们到了 这个被 这个两个受害人 被抢了 被开枪打伤了 以后警察 没有办法抓到坏人 抢人 抢匪 他就将这两名以后 射情了 从事射情了 因为他上边看得出来 他本来他是受害人 结果现在他变成被告 被告了 他们往往会在各地的 属于低档的这个 motel 游击站 现在 对游击站 以后还在那边的话 住上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然后在网上做广告 打来电话之后 他就叫这些客人 到哪里去 到哪个房间去 所以当然 时间不能太久 所以的话 他一般一两个礼拜之后 他又转移到另外一个酒店里面去 所以的话警察没有办法 这很难查 有一定的难度 但是的话就是说 警察也不笨 他们的话 在网络看的广告 他会打电话 然后去约 所以一般的警察破案的话 他们都是派卧底 当作是客人一样 男性客人 我要做服务 你们多花钱 我要不要带保险套 这个所谓的谈好的价钱 以后他就说 你到哪个地方去 哪个房间 以后因为这个部分 他没有固定的场所 等警察要行动的时候的话 这个店已经关掉了 已经搬到另外一个店去了 所以这种移动式的游击站 现在已经变成最流行的方法 但是的话警察会往往 在你搬走之前 他已经是布下了局 他看看的话 已经是观察了这个店 这个房间 什么时候 谁登记的名字 以后谁来接客人 接走这个小姐 以后一时在跟踪 他们不动声色 往往调查了半年 两年了 他才开始收网 因为这个接送的人 这个是小姐 这个小姐的话 他拦下了小姐 要小姐做污点证人了 那真正的老板 可能永远都不出面 他们只是做广告而已 有一些这种色情职团的话 幕后的老板 往往是在台湾 大陆 远程抽空吗 远程抽空 以后倒霉的话 是这些司机接送的 因为你去接送的话 一个小姐每次一趟的话 他们不讲英文 他们帮他们安顿起来 又接他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那老板这个部分的话 的钱往往是交给这个司机 以后司机拿到钱的话 他当然就说 我抓不到你 抓到幕后的老板 我总是可以抓到你这个帮凶 因为你是帮老板收钱的 对对对 所以这类案子 很多就是往往 别人拜托你去接送 以后你要知道 因为你是做色情 知道小姐松了牟跳去 千万不要赚这类钱 最大的帮派 是华清帮跟竹联帮 但是后来的话 在这个过去20年的话 20年以前 演变成为另外一类的话帮派 就是在这边长大本土的 尤其是以东南亚越南柬埔寨这些人过来的 他们叫Asian Boys 亚洲小子 他是最盛的时候的话 大概是20年以前的话 人数帮派有800多人 对 是后来的话又引发出来的话 这个Asian Boys 演成了OLB Oriental Lazy Boys 他们两个是竞争的 但是现在的帮派 现在已经慢慢的在转型 因为像以前 Asian Boys 还有这些帮派 他们都是去入抢劫 收保护费来赚钱的 但是发现的话 这个风险非常大 所以他们往往是转型 开始了 做是白领犯罪 一方面的话 这些已经是老的帮派 因为抢劫 有的是被叛牢了 所以新一代开发出来的话 你可以看得出 亚裔的帮派 在过去几年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第一 他们不再做太多的暴力案件 抢劫都是风险 感觉不值 不值 他们从事的话是信用卡 盗卡 盗用卡 他们从事的是大麻买卖 然后贩毒 这类里边 现在这个抓了以后 也无所谓 不会患上十几二十年 往往就像贩毒 抓了以后 现在加州 判的话也是 一年以下的劳心 这么轻吗 你说的是最普通的大麻 还是说 大麻摇头玩 这类东西都是很轻 跟其他帮派合作 比如商业头脑 对 以后大家联合 以后好像的话 我们现在流行比较多一点的话 在华人社区的话 是福建过来的福青帮 福青帮的话在纽约 因为基本上呢 以前的话就是绑架啦 还有做这些事情 但是现在慢慢的话 就负责洗钱啦 以后说的话 现在的话就是说 这个有一些帮派 他们是负责购买大麻 以后出售大麻 买了些钱之后 有可能是找福青帮的人 帮忙来将钱的话 洗干净 所以这个帮派之间的合作 越来越频繁了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 以前的话在帮派发生的事情 都是这个绑架 Home Invasion 家庭要抢劫 以后还收保护费 然后慢慢到现在的话 警察已经是发现 街道上面 Street Crime不多了 帮派的 而现在的话 警察一抓 一发现里边 发现他这个帮派分子 电脑里边的话 有上万人的这些个人资料 他们的话开始 我们处理一个案件的话 他们这个帮派合作里面的话 他是找了人来专门的话 来收集个人资料 跟餐馆收购 你的信用卡资料 以后第二组的话 制造假信用卡 第三组人的话 就是找人去做代购 到处拿了假卡 去购买物 以后第三组人的话 另外一个帮派的话 拿到这些账货了以后 他出口到越南 出口到中国大陆 也手机也好 这些东西的话 是另外一个帮派来开始做 所以他们相互之间的合作 也是前所未有 很多帮派 现在的话 开始在从加州 购买大批大马 要运往纽约 在中途之中的话 有很多州 大马是非法 所以我们也代表了好几个卡车司机的话 他自己货柜里面的话 有大马 他知道吗自己 他当然说我不知道了 但是警察说 那你这个车里面的话 车向人改装了 以后里面的话 有大马的味道 以后你这个货 也是一样 别人给你现金 来要你拉这个货 以后我们已经跟踪了这家职团 因为你购买货那部分 给你卖货的人 已经是警察的卧底 我发现你去了 并且这些卧底县民会跟他讲 要小心一点 里面的话是有什么什么货 他们已经有录音下来 所以你到那边去的时候 有的时候过棒的时候 以后 KNA已经等到那边去了 决定你知不知情 不是说你说了算 而是12名陪审员说了算 12名老美看到的时候 有些可能给我坐个卡车司机的 说我绝对不会碰钱的 对不对 Rocky你坐个司机 你说别人叫你去拿钱的话 怎么回事 对不对 我只是送货而已 对对对 以后这种情形的话 一般的人都不会碰钱 那为什么的话 这个人交代你去碰钱呢 以后你一钱的话拿回来 那里面知道 大包的都是现金 以后你知道 你应该知道有问题的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是陪审团说了 你知不知情 所以很重要一点的话就是说 有时因为这一类的话不要被利用了 可能你根本不是帮派里边的人 但是的话帮派这支团会利用无知的人 所以的话我们代表的有一些的话就是说 他找了这个中介没问题 以后我可以帮你带上网课 就是人要出现安排一个人就坐在那 让点名的时候能点到你吗 可以点到 他有些作业帮你做 你做作业 对一堂课的话收你一千五 整堂课帮你考A考B 那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来讲的话 帮他上课帮他考试的人 这人很有可能也是学生 因为他得会做 对 我们有个客人 他因为别的事情 家暴的事情 以后被扣押下来 被逮捕了 出不来 他第一个事情很紧急的话 这邓律师能不能帮我 找另外一个人 我的密码里边有20多个学生 我在带上课 他的工作就是用不同样的 代表了代理了20多个人去上课 天哪 他学的不少知识 因为他是个学霸 他一个月下来 他可以做到1万块钱的收入 就是代理20个人 他可以有1万块钱 也还不错 很不错 所以有很多这些留学生 他功课不好 以后他就是这个中介 帮他来找了这些枪手 来帮他带考试 带课 所以这类案件里边 往往出现很大的问题 首先的话 你的名字 以后老师会发现有可疑 你的照片 上课的东西 不相互 以后他马上的话 开始调查 因为学校都保留所有的视频 他一比较的话 这个不是这个学生 那这会触犯什么法律呢 首先呢 是学校 他这个作弊的部分 另外一个的话 他是个欺诈行为 如果你这个学生群体 老是出现这种代考作弊的 那他们这个学校校方 美国这个主流社会 看我们这个亚裔或者华裔 明显就缺了这种诚信 这是影响非常非常恶劣 在五年以前 我到了耶鲁大学 跟一个华裔的副校长 方校长来谈这个事情 当时这个 这个耶鲁大学的副校长 才跟我们说了 他说 这个诚信问题 是很大的问题 我们哈佛大学 耶鲁大学 他们每一年都会收到 这个中国的校长的推荐函 有个好笑的一段话 就是说 我们现在学校都不相信 这校长的推荐函 只要是中国校长推荐函 都不相信了 为什么 同一个校长都是说 这位同学 是我学校No.1 第一名的学生 以后他没想到的话 他写出千篇一律的 都是有十几个申请的 都是这个学校里面第一名 并列第一十几个 对啊 所以一方面是 有些信不是说 真正是学校发出来的 有可能是这个中介 做了这个伪造的 也有些信里边的话 是真的是学校发出来的 但是的话 你这个校长已经为了学生进大学 已经造假了 所以为什么 所有的疼校对大陆来的学生 他现在的坚持 不接受学校方的推荐函 都要面试 这更加困难了 对 所以这个诚信问题里边的话 很重要一点 就是对小孩子的伤害 为了我们处理很多这类的话 代考的案件 他们考托福 成绩非常好 但是问题是 他这本人已经是在美国 托福的层次是在新加坡考的 那没有任何出镜的记录 算明显 对很明显了 然后后来的话 我们问这个小孩子 他说代考的话 大概要考出层次 保证层次 一个是要多少分 满分的话 靠近满分的话 要这个两万块钱美金 哇太多了 我说对一般的人呢 说这个两万块钱的话 你说找人代扣了 自己的话 这个一个一千块钱 两千块钱可以出得起 两万块钱呢 你家长知道不知道事情 因为你也不做工作 那个这个家长的话 一定要出钱了 后来他又说 是我妈妈帮我联系的 我妈妈付钱的 你这种教育的话 你教育出来 就算你小孩子进了名校了 毕业出来 你就可以看得出 这种走邪门歪道的 对小孩子的影响 你其实是害了小孩子 对对对 教导小孩子的话 只要能够达到目的 我可以不择手段 这种教育方法 是完全是颠倒 没有任何伦理道德的教育方法 害了小孩子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处理这类的话 代考案件的话 都是父母知道 他是支持 他是安排的 所以这些还蛮痛心的 因为这类代考的案件 如果是父母教导的话 进不进名校不重要 要诚实 学术诚实很重要 做人诚实很重要 但是的话 你学术不诚实 你这本人的话 就不可能会做诚实的人 对如果说长此以往 这种情况越来越普遍 越来越严重的话 如果美国主流社会 拿另外一套重新这种系统 来洪凉我们华人的话 对 这就太悲哀了 所以说谈校的话 就是耶鲁大学的副校长 跟我们说的话 所以现在对大陆来的 所有的推荐 学校的成绩 我们都是持着怀疑态度 听说 我只是听说 在美国这边有些留学生 可能大部分都是小女孩子 对 他为了维持比较好的物质生活 物质条件 他去就是被别人包养 有一个所谓的干爹 对 是不是情况有吗 在五年以前 我们有一个女孩子16岁 因为他最久驾车过来了 所以他后来因为他没有钱 他就带了一个这个uncle过来 后来的话 这个uncle我过来之后的话 我说这是第一次出饭 没关系我们会帮你 没想到的话 这个女孩子过了半年 他并没有改 又有第二次的聚酒驾车 因为前面案子还没有解决 有第二个案子又发生了 这次的时候 他又带来另外一个uncle 我有点奇怪了 单独跟这个uncle 跟他谈 我说你知不知道的话 这个女孩子未成年 他说我知道 他说你是跟他是什么关系 我是他的uncle 你要知道的话 如果我怀疑你 跟这个女生是有性关系的话 你已经跟他年龄超出三年 三年在加州是属于法定强暴罪 他勉强地给了他妈妈的电话 在深圳 我们打电话去问他妈妈 他说你的女儿现在的话 遇到这两个事情 我需要你或者是过来 还有另外一个亲子来指派 作为监护人 来解决这个青少年案件 我需要要么你 要么他爸爸过来 他说千万不能够这样 把爸爸知道 我说为什么 他说如果他爸爸知道 他这个女儿 所以这边出了事的话 他们的 我是他的小三 如果是他知道的话 他再也不会管我们母女了 所以 上两不中下两万吗 你可以看得出 在过去二十多年里边的话 对道德观念的这个崴去 像这种留学女学 女学生找这种输个daddy的情况 普遍吗 非常普遍 一方面的话 因为国内汇钱比较困难 尤其过去两年 你要汇钱过来 一方面父母经济不像以前一样 以前炒房地产的有钱了 现在炒钱没有了 要积极自主 像我们当年来做留学生的时候 我们打餐馆 他们哪受了这个苦啊 对啊 因为他们已经是 这个已经是生活一贯的话 都是非常 这个 两家 交生贯养贯了 两个你想想 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 以后这种情况之下 在这个父母的呵护之下 来了这边 一下子家人 没有经济来往的话 再加上他们群体里边的话 他们是笑评不笑枪 对 这个女生 担比 对 奢侈品 对 他们为了一个包 以后跟别人去 去赔税 这个三赔 以后 这类案子的话 往往现在的话 还有这些 微信群体的话 帮你介绍 Sugar Daddy 太容易了 大马 你自己要种植 在加州有严格的要求 64号提案 将大马合法化 并且 允许 州政府发大马的种植执照 但是前提是要地方政府同意 所以 你要获得合法的执照 你要经过两条 两个程序 一个是地方政府 市政府 还是郡政府 要给你执照 拿了这执照 以后要到州政府里面去 才能申请到州的执照 好难吗 这个执照 非常难 现在 80%的地方政府 包括罗安基 县政府 这个都市禁止大马 不发执照的 只有20%的地方政府 发地方执照 你拿不到地方执照 你就拿不到州执照 所以 一个大马执照的话 在 这个 目前来说 要拿下来一个 地方政府跟州政府的执照 至少要投资35万 哇 35万的执照 那我听说这边谁谁谁 其实生活中也能接触到一些朋友 帮人看着种大马 在屋里种的 这些都是没有执照的吗 都是没有执照的 它现在出现了两个 一个的话是 他们申请汉马执照 HEM 什么是汉 HEM 跟大马 这个Malwana 这两个的话 看起来叶子差不多 里面的成分里面不一样 是可以申请 但是大部分种子的话 他们是挂羊头 卖狗 用拿到汉马的执照 来种大马 但是的话 这种的话 警察也很简单 拿一两坡的马 一起化验 里面的话 都是THC 有这两个成分 马上就飞 就变成大马了 所以有另外一种做法的话 就是在Riverside 在很多地方 有印第安的部落区 对 印第安人的话 它是属于特别保护区 对的 所以 他们的人 跟中国人合作 以后将这块地 变成大马的农场 以后的话 它只要 因为他们是属于印第安的部落区 一般警察不会到里面去查 所以它出现这两个变相的 还有第三种 它常见的话 就大马屋 租的房子进来的话 自己改装 以后它种大马 这三种的话 都是在我们华安社区 经常会使用的 现在的话 除了加州之外 Okohoma州 Ohio州 以后大批的洛杉基民众 都赶到那边去 那边去中了 去中了 就出现这个行业 当然这个大马 出现两类问题 第一类问题是警察会取缔 因为你没有合法的执照 对 因为现在的话 你要拿到州的执照很容易 但是要拿到地方政府的执照很难 所以警察会取缔 另外一个的话是 黑帮也会来抢 盯着你了 对 因为知道了大马 因为联邦城市还是属于违法的 违法的情况之下 所有的银行都是属于FDI 所提供保险管理的 所以联邦政府的话 所有的规定 所有银行不能够给大马的行业 开银行 账户 所以的话大马这个行业 它本身就是一个现金的行业 有现金了 有货了 这个部分变成一些强匪的目标 现在的话 华人的大马业者的话 采用两种方法 一种的话是自己组织自卫队 他们请了老乡来 来看装上那个遥控器 有人进来 我们一起去保护我们这些 但是这些大马场的保护 也引发了很多的命案 在去年 在Riverside 就是去年 就是一个同样的 一些黑人来抢这个大马屋 他们找了自卫队 开枪打死的人 这个利润肯定是很诱人 不然他们也不会铤而走险 也很辛苦 我们代表了无数多大马的业者 刚开始的时候 两年以前 一磅的大马 如果是品质比较好的话 一磅的话是2000块钱的市价 这么贵啊 利润非常 所以你一棵大马树 可以的话 价值种下来的大马 大概可以拿到500块钱左右的利润 就一棵 一棵大马树的果子 它那个一屋一屋里面都能用几百上千棵吧 上千棵 平均下来的话 大概有一两千都可以的 但是 我说是但是 这个行情的话竞争太多了 我们种草运动之后了 家家种草 户户种草 所以现在的话 最好的这些大马成品的话 200块钱 跌掉了十分之九 所以要从2000块钱变成200块钱 缩水缩的太厉害了 太厉害 因为你可以看得出利润的话因为恶性竞争嘛 以后你现在的话 维持在每磅200多块钱 所以你经营下来的话 不像以前利润那么高 对对 但是的话风险变得更高了 黑的来抢 白的来抢 以后还有刑事案件的牵扯 还有的话很多时候将大马 因为大马你要在室内种植 你要有种植的存环 它种苗成长的时候 尤其是它已经开始发苗的时候 你要引它开花 你必须的话 12个小时黑的 12个小时亮的 所以在这个12个小时你要控制的很好 以后才会长出很好的花卉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你要12个小时你必须要灯火通明 照明它 费电听说 所以有偷电的问题 所以他们的话 这个很多电工的话 就是帮别人去改装这个电 这也犯法吗 帮别人改 偷电也是违法的 我的意思 那个电工去帮别人改 这个事情也犯法 也是犯法 所以因为你是变成共谋偷电罪 以后虽然这个大麻厂不是你的 但是你去帮这个改了电 为什么它基本上的话 它若是在电线拉进来 它就bypass 以后跨越了这个电表 以后直接接过去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像一个大麻屋 如果你种1000棵的大麻树 一个月的用电量会在8000块钱左右 这么多 对 所以的话你不偷电 Edison会发现会给报警 这个电量太大 电量太大了 你一偷电 以后Edison的话 因为它有一个每一条街道里面 有个总电表 嗯哼 总电表里面呢 突然间的话 这个电也写上去了 也写上去 它马上就开始查了 就知道是不是哪家的投电 好像也不安全吧 就是投电啊 这么大的照明量 会不会引发火灾啊 之类的 Saint Gabriel的所有大麻屋 Saint Gabriel Valley这个部分的话 有一半以上的火灾都是因为大麻屋引致的 现在应该不多了吧 听你这么一讲行情 呃还是前赴后继在做 还是很多 都想赚这一波钱呢 对 还是很多 虽然那价钱现在已经是降下来了 但是比起来的话 你想想看的话 呃这个虽然利润不像那么高 呃现在很多餐馆 都没办法找到服务员 因为 都跑去给人看大麻去了 对 看大麻 种大麻 去了 所以出现了南加州很多餐馆呢 还就是服务行业都找不到服务员 因为这些人都是前不后继的 到外走去种大麻了 还就到别的地方去种大麻 那我想问就是 你帮别人去看厂子 就看大麻 照顾那个 这个算很严重的违法犯罪吗 呃在 尤其是你不是美国公民的时候 呃任何牵扯的种植大麻 超过六颗 都是属于道德败坏罪 有这个罪啊 有这项罪 所以就是你种植大麻罪 因为你在那边的话 你知不知道这些是大麻 以后你应该有理由啊 你睡在那边嘛 对啊 对不对 以后你就看厂了嘛 对对对 所以这种情形的话 你再厂 你就是 牵扯的共谋 呃因为大麻有那么多的现金 如果被警察抓到的话 又又没收的 以后联邦政府会进行 你也拿不回来这个钱 那怎么办呢 哎没问题 那现在的话 也有很多这种 做地下钱庄 我国内有钱 所以的话 你我收美国的现金 嗯 以后 一手交钱 一手交火 以后啊 这种情形里面 他们也会透过微信群里面 啊 有一些很多在网上做广告 微信群里面做广告 我有现金 呃可以换 环境门币 以后 有一些很多人的话 因为现在要会 呃会钱出来 到美国很难 所以他说 我在国内有钱 那有环境门币 以后这边收美金 我马上拿了 拿了个美 美金就可以了 这地下钱庄的话 也是很大的行业 有跟 有一半都是跟大麻 有关系的 呃 当时是在俄网地区 对那边比较火 那那边的话 对 有一个的话是合伙 经营一家月子中心 啊 这个partner的话 他说在国内 我会做 我会 我会找客人 要到这边之后 你来安排接送 安排医生 安排医院 以后 你们 我们一起来合作 哎 没想到的话 这个其中一个partner 呃 就是觉得 我做了所有的事情 你在国内带客人过来而已 嗯 拿的50% 觉得都不满意 嗯 或者两家的话 就拆开了 嗯 变成竞争对手 啊 他自己在国内找 找客人呢 当然为了将竞争对手 打败的话 他就向 警察局举报 失坏了 做月子中心 其实也就是 这种服务业嘛 你在我这住 我给你管你吃的 就提供这些照顾 它为什么会涉及到 违法的层面呢 对 所以当时这个 这个牵涉的层面的话 他在探员的话 比如说 月子中心 他现在按照美国的宪法 只要在美国出身 长大 在第14搜赠案 都保证 他是可以拿到 美国身份的 对 所以但是的话 往往这些人来移民 来这边的话 他是用观光签证 对 观光签证有几个层面 一个你是来观光 另外一个你是谈生意 第三个的话 你是因为medical reason 对 医疗方面 医疗方面的需要 但是的话 往往这些来生产的 这些持观光签证来的 他们都会 学是来这边观光 他们会找到 Las Vegas酒店的information 给美领馆 以后他会教导的话 你要去面谈的时候 千万穿的衣服宽松一点 不要让移民官看出来 你是怀孕的 为什么一旦只看出 你是怀孕的 就可能来美国生子 以后的话 因为在美国生小孩子的话 基本上费用很低 但是大部分的低 一就是因为你是用政府的福利来做的 以后所以这个部分里面 又牵涉到社会福利的问题 以后牵涉到将来小孩子成为美国公民 以后免费享受政府的福利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很多老美的感觉到 你没有付过税 你生了小孩子 你将来 所以很多美国人是反对 但是的话没有办法取消第十四搜证案 保证公民的权利 所以不知道怎么处理 所以它是从签证欺诈的部分来了 一个中介包了下来 以后好 我帮你包月子 包医生 包医院的所有的费用 以后两万块钱 中介哪里的钱 他说你看看的话 医生这部分的话是五千块钱 医院这个部分他五千块钱 但是的话 其实给的医生的钱 给的医院的钱 他是用低收入来帮这个游客来申请 白卡吗 白卡 白卡申请的时候 对 以后你可以看得出 像Arcadia同一个地址 居然有三十多人 用同一个地址来申请白卡 不可能三十个人住在同一个地址 所以 所以州政府也开始关注这些事情 所以后来的话 他们收网了 将这个 他们三家店 在南加州基本上呢 有25家的店 现在少了吗 幼稚中心 很少 是因为疫情的影响吧 疫情的方面 另外方面的话 就是说 因为这个扫荡之后的话 任何这些人的话 都感觉到 哦 这种风险太大了 对 对啊 经理这么一说 他们的这种操作方式 是申请这个政府的白卡和福利 那对于我们所有合法纳税的人来讲 都是不公平 不公平 我也会很讨厌这个事情 我也希望的话能够透过法律 透过别人的这些生活生生血淋淋的案件 来教导大家 让大家知道 哦 原来这样的事情 就有那么多的风险 尤其是这个灰色地带的部分 在我们华人社区太平 太多了 大家视以为是 都视以为惯了 他觉得 这个不算什么东西 大家都这样做 对 但是的话 侥幸心理 对 我们常常说 就算我们用肥皂洗干净了手 但是在显霉镜之下 都可能看出细菌 对 政府要找你麻烦的话 总是可以挑到这些漏洞的 所以千万不要有着小心的心态 要学会法律 要遵守法律 这样子的话 就不会成为我的客人 就不需要请示律师的帮忙